现在,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浩特电热膜以及浩特发热电缆的施工方法。 我们浩特系列裁暖系统应严格按照正确的施工指南来施工并使用。 这些就是在浩特电热膜施工所需的辅材料。 浩特电热膜的强化地板施工程序 1. 清理施工场所的地面,清除地面的灰尘,铺平地面。 2. 新建楼房或者一楼地下等潮湿的场所,应设置塑料布或做防水处理之后施工。 3. 在地面铺设绝热材料之后,使用胶布固定绝热材料。 将电热膜离墙面留10到20厘米的间隔来铺设,电热膜之间也应留1厘米以上的间隔。 5. 裁剪电热膜时,应随由剪刀标志的剪切线部分裁剪。 6. 请注意不要超过可以设置一条的最大长度。 7. 请使用胶布将电热膜固定在绝热材料上面。 8. 浩特电热膜的所有电路都要连接成并联,接上温控器。 为正确的温度调节,请把温控碳杆器和防止过生碳头贴在碳发热体部位。 9. 在裁剪电热膜时,被剪断的同条部位也必须用特殊绝缘胶带实施绝缘处理,以致防止湿气的渗透。 10. 如收尾材料为强化地板,请使用五仿布作为电热膜保护,才铺设在电热膜上面。 11. 最后铺设强化地板为收尾材料,完成施工。 10. 浩特电热膜的加工地板或地板格施工程序。 1. 清理施工场所的地面,清除地面的灰尘,铺平地面。 2. 新建楼房或者一楼地下等潮湿的场所,应设置塑料布或做防水处理之后施工。 3. 在地面铺设绝热材料之后,使用胶布固定绝热材料。 4. 将电热膜离墙面留10到20厘米的间隔来铺设,电热膜之间也应留1厘米以上的间隔。 5. 裁剪电热膜时,应随有剪刀标志的剪切线部分裁剪。 6. 请注意不要超过可以设置一条的最大长度。 7. 请使用胶布,将电热膜固定在绝热材料上面。 8. 浩特电热膜的所有电路都要连接成并联,接上温控器。 为正确的温度调节,请把温控碳杆器和防止过生碳头贴在碳发热体部位。 9. 在裁剪电热膜时,被剪断的同条部位也必须用特殊绝缘胶带实施绝缘处理,以致防止湿气的渗透。 10. 如收尾材料为地板格或加工地板,请使用保护板铺设在电热膜上面。 在铺设保护板时,应留着5毫米左右的间隔。 11. 最后铺设以加工地板或者地板格作为收尾材料,完成施工。 11. 接下来是卷装浩特发热电缆的施工程序。 1. 请把施工场所的水泥地面清理干净,铺平地面。 2. 以40毫米厚度铺设泡沫混凝土来施工隔热层。 所谓泡沫混凝土,就是搅拌水泥和塑料泡沫的混凝土。 在新建或大规模的施工场所时,适合施工泡沫混凝土。 在重新装修时,留着50毫米左右的间隔施工绝热材料。 3. 在隔热层上面设置钢丝网。 4. 留着10厘米左右的间隔设置浩特发热电缆,并使用扎带,把电缆牢牢固定在钢丝网上。 5. 在电缆的导线接上发热电缆用温控器,并把施铺用碳杆头附着在发热电缆之间的终点。 6. 在施工沙浆时,应特别注意是否施工者踩着电缆或者电缆移位而相互贴近,并以30毫米厚度施工水平西沙浆。 7. 选择大理石、瓷砖等收尾材料来铺设。 浩特发热电缆网电的施工程序。 1. 应把施工场所的水泥地面清理干净,铺平地面。 2. 在地面上留着5厘米间距,来铺设5毫米厚度的浩墨锯乙锡材质隔热材。 留着隔热材之间的间隔,是因防止与混凝土表层完全分离,而有可能发生的分裂,以及确保坚固性。 3. 请把浩特发热电缆网电铺设在隔热材上面。 这时,耐剪玻璃纤维网电会以自粘性附着在隔热材上。 4. 在需要掉头或拐弯时,请使用剪刀直剪下网电来180度调换方向。 5. 在电缆的导线接上发热电缆用温控器,并把湿铺用碳杆头附着在发热电缆之间的终点。 6. 请在发热电缆网电上设置热传导及防止分裂用钢丝网板。 7. 在抹灰沙浆时,应特别注意是否施工者踩着电缆或电缆仪位而相互贴近,并以30毫米厚度施工水平西沙浆。 8. 选择大理石、瓷砖等收尾材料来铺设。 8. 最后是公路溶雪用和洞货防止用发热电缆的施工程序。 8. 铺平地面的倒闸层,在上面铺设钢筋混凝土,在上边设置钢筋网来固定。 9. 留着125毫米的间隔,设置柏油路用溶雪发热电缆,然后牢牢固定在钢筋网上。 9. 连接好公路溶雪用导电线与溶雪用发热电缆。 9. 溶雪发热电缆是为能够承受公路荷重的单导结构,因此应在两头终端分别连接两条导电线。 9. 连接柏油路用溶雪发热电缆表层的钢丝编织层和接地线来实施接地。 10. 水泥路用溶雪发热电缆者连接内部的渡溪屏蔽层和接地线。 11. 在施工收尾材料之前,必须测试好发热电缆的电阻值与功率来确定异常与否。 11. 之后,铺设好可以补强来自柏油路的热气与公路面冲击的混凝土层。 11. 最后,铺设柏油路面。公路溶雪用发热电缆的总埋设厚度为40到70毫米左右。 11. 把公路溶雪用导电线连接在自动溶雪系统的总控制箱里。 11. 水泥路用溶雪电缆施工时,除了公路表面的柏油铺设,其他施工工程相同于柏油路施工。 11. 施工结束之后,必须测试好自动溶雪系统的正常启动与否。 11. 切点花油 Jen panic için表面冲击的同胃密封图 11. 均释冷华油len永田恪根 Sandy ig旧元 hoping that usually Esta yaako water in a flash 11. looseyoutube.com 10. 自由日程游 port 11. 公路市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